一天有24个小时,1440分钟,每过去一分钟,全国范围内就有几个人被诊断为癌症。 根据2012年的数据,我国每年癌症的新发病率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,而现在已经升高到了四分之一。 所有的癌症患者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都会问, 然而,在短暂的阴霾后,你应该尽快收拾好心情开始备战, 以我的癌症,有办法治吗? 二明确自己的癌症是几期,手术、化疗、化疗、免疫疗法。 除了常规疗法,值得尝试其他疗法吗? 除了手术、化疗、化疗等,很多患者会考虑所谓的替代疗法, 包括针灸、按摩、瑜伽、银翔等一方面, 所有的替代疗法都没有被严格的科学临床试验证明有效, 因此不能指望单刻他们就来治愈癌症。 但另一方面,他们确实经常能带来一些好处, 比如降低疼痛、缓解焦虑、改善心情等, 虽不能排除是安慰气效应, 但依然可以考虑作为现代医学的辅助, 提高生活质量, 自从2015年FBAP的电厂疗法用于新诊断的加入细胞瘤之后, 电厂疗法就一直为国内外的癌症专家及患者所关注, 由于其原理是用于多种实体肿瘤, 因此,电厂疗法不仅在脑瘤领域得到神经科肿瘤专家的广多认可, 同时在肺癌、乱潮癌、疑性癌等临床试验中, 均公布出经验的数据, 在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基础上, 大大延长患者的生存期, 给了癌症患者新的选择和希望, 提高人体NK细胞活性产品, 东京大学最新开发医疗机构用, 医疗机器部门最优秀上等各方面的高评价, 提高人体NK细胞活性产品, 益生菌,益生菌免疫激活疗法私人定制, 神奇的益生菌, 最佳的免疫激活剂, 私人定制, 找到最适合自身体质的菌群, 相关阅读, 战胜癌症, 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新武器, 六,是否需要咨询其他医生的意见,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, 找到一个好的专家, 只看来的第一步,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 得到一些额外的有关诊疗的信息, 只会更有帮助, 七,是否应该参加临床试验, 最近看来新疗法层出不穷, 现在正在进行的癌症临床试验, 有成千上万, 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, 也并非每个人都适合, 很多情况下, 使用目前的标准癌法, 是更安全, 有效的选择, 但如果有条件, 尽量了解相关临床试验的优点, 和缺点是很有价值的, 即使在中流出现难药, 或者复发迹象之前, 了解后续可能参与到新型癌法, 对患者和家属心理, 也能带来安慰和鼓励, 发改变生活方式, 可以帮助你战胜癌症, 癌症的发生与生活方式, 有密切的关系, 吸烟, 食酒, 晚睡熬夜, 爱吃肉, 爱运动等, 都在慢性伤害细胞, 生病后, 即使这些不良习惯, 还会加重细胞的负担, 因此, 为了健康, 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, 对于已经保持了数十年的生活习惯, 猛然改变可能会有难度, 最好和家人, 朋友一起, 互相监督, 共同改变, 一, 睡眠比什么都重要, 睡眠是增强免疫力最好的方法, 打病之后, 为了补下身体的亏损, 需要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, 就是好好睡觉, 许多研究也指出, 睡眠是增强免疫力最好的方法, 充足的睡眠对预防或显示肿瘤生长, 有广泛作用, 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每天晚上十点以后, 理想睡眠长度, 是七小时到八小时, 包住睡眠的方法有很多, 往往也因人而异, 和身体的抵抗率相关, 顾客有着睡眠诀窍, 一, 睡前不要安排备时费力的工作, 二, 设定一个停止工作的时间, 睡前加班, 远不如第二天早起再做效率高, 三, 记录每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, 要成健康的睡眠习惯, 四, 不要因为失眠而感到压力大, 放松最好, 五, 睡眠的质量比时间更加重要, 让自己处居舒适的状态, 二, 饮食要均衡, 好吃的不健康, 健康的不好吃, 健康饮食的目的是健康, 还要配合良好的睡眠习惯和运动, 同时也要注意食物的来源, 除非确证是无浓药的有机蔬菜, 否则, 要避免增食, 饮食原则大抵着重三大类食物的质量均衡, 一, 多吃蔬果, 全壶类, 还产品, 抵制或无知食品, 以及豆类, 结果等, 二, 少吃红肉可加工过的肉类, 三, 糖是公认对身体不好的食品, 饮食癌细胞最爱的养分, 少摄取油炸类食物, 甜食和含糖饮料, 三, 运动无比重要, 有氧运动是促进癌细胞交往的良方, 李开夫在微博中说, 我从前不但不运动, 而且还嘲笑朋友运动养生, 我的朋友潘石屹在微博上说, 美国科学家通过对几万人, 多年的观察研究发现, 跑步的人比不跑步的人多活七年, 我就调侃他, 会不会这多出的七年都在跑步, 事实上, 很多癌症患者在换癌前都是不爱运动的, 然而, 不管中医, 西医还是自然疗法医生都告诉我们, 运动无比重要, 有氧运动不仅可以促进脂肪闪烧, 而达到紧肥的效果, 还能促进癌细胞凋亡, 引出活化自然杀手细胞的良方, 患癌后, 尽量不开车, 尽量多走路, 要去教育地方时, 才搭地铁或出租车, 增加走路的机会, 养成运动习惯之后, 才体会到运动的好处, 真是冷暖自知, 不管怎么说都没法跟旁人分享, 具有自己最清楚, 合适的运动可以促进心血管弹性, 增强心肺功能, 还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, 让人心情愉快, 医生建议除了走路, 还可以常走上下坡, 达到至少十分钟的剧烈心跳, 等到快喘不过气来, 再放松慢慢走, 跑步当然也可以, 甚至你可以像台湾冲教授一样自创旋转功, 只要你觉得俱用, 总之身体动起来了, 生命的活水也跟着动起来了, 建议你也一起来体验这美好的感觉, 运动方式推荐, 一,每周爬山两到三次, 爬山时至少做到了一半时间头脑放空, 二,做一家或甩手工, 两个三次, 三,能走路就走路, 四,做些有趣的运动, 五,每周两次按摩, 让紧脑血液疏通, 九,好心态是激发治疗的良药, 一,负能量影响免疫, 越与恨可能是离癌的重要原因之一, 通常当事人并不那么认为, 甚至并未如此嘲笑, 刺情绪压力, 影响人体免疫系统与疗医系统, 或称为心毒, 这就是无法原谅, 因为无法原谅, 所以有着又深又浓的怨与恨, 这些负面情绪最容易发生在周边亲人与朋友中, 经过长期酝酿, 身体负能量充实, 可能中致引发了癌症肿瘤的发生, 颤护癌与感恩, 一,颤护癌, 为自己或亲友在这一世中, 可能对人对视的错误, 或误会反省忏悔, 这股力量可以一点一滴, 幸福我们的能量系统, 与自我疗愈系统, 二,感恩, 对家人, 朋友的付出要真诚感恩, 忏悔之后的感恩, 更具力量, 三, 原谅与放下, 想想过去, 可能对人对视造成的误会或争执, 诚心的原谅, 也是自我的试会, 当你在病床上还能够不忘开玩笑, 找乐子, 你的病就已经好了一大半, 等官幽默感是患者对付癌症最锋利的宝剑, 请大家一定把它当成我的贴身护卫吧, 用傻玩的姿态, 面对所有的挑战, 当世间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我们在人生游乐场上选择的一场游戏时, 那就肯定会开开心心一路玩到底, 如何保持了官的心态, 一, 癌悲绝症, 它更像是一种慢性病, 不会像经脑虚管疾病那样凶险, 可以在短时间内夺人生命, 大部分癌症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, 通过多学和综合疗法, 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, 二, 知足常乐, 常常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, 幸福的时日, 不要总想自己活得太不容易了, 不要怨天由人, 三, 助人为乐, 人活着, 要多为社会, 为周围的人做贡献, 在你帮助别人的过程中, 你心中就会充满巨大的喜悦, 这种心态, 无疑会增强你战胜癌症的信心, 要多多行善, 把好的思想, 好的疗法推荐给身边的人, 每个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法, 坚持做下去, 转给身边的每一个人, 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